在殖民地我來香港的時候就殖民地嘛 然後就是回歸祖國嘛 很重要的一個集中人心的一個時刻嘛 中國在香港回歸祖國 然後我看就他們的部隊從口岸 靜靜地進來走進來 就有一種心裡有說不出的一種溫暖的感覺 回憶起25年前那個舉世矚目的夜晚 香港藝術家林天行時至今日仍感慨萬千 出生於敏中一座名為蓮花峰的山路下 少年時的林天行曾師從多位名家 學習油畫和中國畫 在全國各地寫生足跡跨越石棍和省市 1984年20歲的林天行隨父親移居香港 第一次踏上這片以他來說神奇又陌生的土地 我21歲到香港就是1984年 我記得是元大到了香港 我到香港我就覺得香港怎麼街上沒有樹 就是香港只有高樓大廈沒有樹木 這因為我自己喜歡樹嘛 我畫山水這就是香港給我的印象 當年香港它就是這樣 然後以西化為主 畫西洋畫能比較多一點在香港 有時候沒有什麼畫欄的 也很少有人買畫的 尤其是你如果沒有什麼知名度 那更加不可能是 就但是我 因為我非常熱愛藝術 藝術對我來講是生命 沒有藝術就沒有我的生命 所以我就一不反顧 我就是喜歡 所以我一直堅持到現在 上世紀80年代初 西洋畫仍是香港美術的大事主流 專業畫家屈指可數 香港回歸後 內地尤其是廣東畫壇的精英 頻繁往來於粵港之間 不少流氧畫家從西方求學歸來 大多京廷或落户香港 東西問道多元共融 也至此將香港美術推向黃金時期 回歸25年來就是整個香港 就是有黃金附地的變化 在文化藝術方面多了很多 80後90後的追求藝術的年輕人 有一些去外國讀書 有些去內地讀美術回來 因為香港家也越來越多的畫廊 還有這些機構都需要這些藝術的人才 只要你畫得好 你現在就不愁 就沒人要 沒人欣賞 這時代還是變化很大 有好的環境 還有好的展覽的地方 他也得到了一些追求 並且得到了一些 一些好的交流氛圍 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藝術家來講 他們這樣子 他們才會繼續努力 去創造新的藝術 在林天行的眼中 回歸以來的種種善變 為一度被戲弱為文化沙漠的東方蜘蛛 帶來了別樣的藝術生機 2005年 林天行接中國文化部邀請 繪製一幅能夠代表香港的作品 隨神舟六號飛船升空 新界的樹木 村屋 巴士 吹煙 加之圍港的景色 這些屬於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經林天行之手悅然之上 向環宇展現了色彩斑斓 升級勃勃的香腔風情 當時我就想 因為我非常喜歡新界 因為新界它很獨特 所以我就覺得新界特別美的地方就在 它既有現代都市那種感覺 然後並且很快 幾分鐘你就可以走進了生命裡 你就可以跟打子彈在一起 它是有溫度 有生命 所以我就用我畫的一張新界這個作品 代表就是香港 創作之餘 在港生活多年的林天行 也擔任多個社會職務 他致力於在香港的大中小學校 推廣中國畫和中國書法教育 寓教育役 通過藝術 讓香港青年人更生動的認識 和了解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文化 因為香港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學化 越來越多的公司機構需要藝術人才 我們的社會也越來越需要藝術修養 所以我就覺得香港回歸這麼多年 我們應該從小學開始給他們有書法教育 中國畫教育 這都是我們中國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 從美術教育我們就可以體現出 你認識到國家 認識到我們自己的文化 這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像中國書法 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以自己的文字 作為一個藝術 載體 沒有的 只有中國 中國的書法 中國的文字 它就是藝術 香港社會的開放包容 涵養了林天行兼容病序的藝術態度 在他看來 在堅守自身文化之餘 與世界不同文化的交流獲見 是保持香港獨有藝術魅力的源頭活水 更是未來香港在全球藝術之林發揮優勢的關鍵所在 香港現在是非常重要的 就離開過國際這個舞台 要製造一種氛圍 就讓全世界的藝術家都希望來香港生活 來香港創作 這個時候香港真正的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就到了 selected 初詞文化 該格的國際文化 郵 cake 聲明 詞文化